中国智能一直以为 三位同修 大家上午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放长 今天是庚子年正月24日 在国立是民国109年2月17日 今天星期一 我们大家来上班 例行兴 我们读感应篇一遍 感应篇是因果教义 里面讲到鬼神 这个重点讲有这个神 有思过之神 这个我们必定要能够深信 深信我们在身口一三月行为 才能升级 敬畏之心 才能够断恶修缠 这是因果教育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所以这个善恶果报 的报应是时间的问题 这个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这一点我们大家必须先认识 看到现在做善的人好像也没有好报 造恶的人好像也没有恶报 那么在高雄 也没有卧情 像在凤山来 иф22 validsem 前面的对联 他前面 外面 里面 都有对联 写的很清楚 修缠 得不到善报 是过去世 或者今生 我们四十岁以前干坏事 那现在做好事 没有马上受到这个好报 但是要继续保持 端类修缠 过去是 那个不好的果报 受完了 那么这一生修的善报就现前 这个了凡事性 一进一功一造神迹 都给我们献身说法 那我们现在 我们导师上进下功劳上 也是一个佛生生的例子 那么这一生造很多恶业 看他还蛮好的 做大官赚大钱 那么他干了很多不好的事情 好像没有看到他有不好的果报 这个是他过去世 他有修缠 有修福 这一生先享受福报 这一生如果不懂得再继续 断乐修缠 那么过去世修的这个福报 享尽 这一生干的坏事 果报现前了 那个时候就收报 所以这个人间的法力有漏洞 这个人间的法力有不平等 但是因果利 人人平等 人间人定的 不如法的法力 那么因果有报应 好像立法院通过堕胎合法化 他说合法 可以啊 但是是恶法 这个恶法会有恶报啊 不是你认为合法那就没事了 果报都跑不掉的啊 所以这个 我常常 我每一年到司法院跟这些法官交流啊 我说这个 我们阳间啊 有法力 阴间也有法力 阴间的法力是 太上感应篇 地藏菩萨本殿经 那个是叫阴果利 所以 天网恢恢恕而不漏 阴果利 之前 人人平等 中国外国都一样 包括你是外星人 你是一样 从阴果观点来讲 人都有命运 我们这一生 出生 到死 都有个定数 过去是照了眼 这一生受果报 你这一生 你要 什么时候死 你的寿命多长 你要在什么地方死 要怎么死 都有定数 在主命鬼王啊 那里都有生死部 那地方上啊 那地方上啊 这个城房啊 就是主命鬼王 下面的 小鬼王 那么 这个地藏经讲的 行病鬼王就是 散播瘟疫的 主持这个瘟疫的 所以高雄凤山城房庙 有24师 其中有一师叫瘟疫师 这个瘟疫啊 就是主持传染病的 那如果在这一次的 他的果报要受传染病死的 那个城房庙那边都有名册 受感染不会死的 也有名册 像战争死的 也都有名册 我们老上讲这个 这个中日战争啊 在上海城房庙 这个朱经座老吉士 认识一个左阴差了 就 给他讲了 这个 很多日本军人啊 在那一次要死亡的 那名册啊 他都有看到 所以有的是在战争中死亡的 那有的呢 在地震当中死亡的 有的受火灾死亡的 有的被水溺斃的 有的被杀害的 那有的得传染病死亡的 有的饿死的 急紧饿死的 这些都有命运 都有定数 那命运啊 自己造的 自己可以改 但是要断耳修缮 那我们就能够把 不好的命 改成好的 那反过来讲啊 原来好的命啊 如果一直造恶业 也会把好的命啊 改成不好的 这个 了完事性讲的很详细 所以这个 因果 教义 我们 大家都要 认真来学习 那么我们每天读感应篇啊 就是要学习 因果教义 来补助 伦理道德教义 好 今天就跟大家 分享到这里 祝大家福慧珍赏 六四吉祥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